这张表格上面其实有蛮多资讯的 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简洁 又清楚的一个科判表 那我再一次解释一下什么叫科判 这个科 这个科我们就觉得我们想到什么 什么科目嘛 就我们有什么国文科历史科 那其实你真正看那个中文字很有趣 它是河斗 河就是什么 河就是麦子啊 稻子啊那种古类的 那斗呢 斗是梁 梁那个古类的那个道具 所以这个科它原来的意思 就是一种一种测梁的道具 度梁痕的道具 有趣吧 好 那科判是什么 所以这古时候讲科判 科判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把这一本这么巨大的著作 把它用一种调列式的架构分析 让你一目了然这部经书在讲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帮你做了一个简介的意思 简介的意思 所以最不适合来看科判的人应该是完全没有读过这部经的人 好 那我们现在是读了一半 所以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没事就带大家回来科判表看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科判不是唯一标准答案 就是不同的大师 不同的古大德 他们在解构这本经书的时候 他们有他们自己科判的方法 他们有他们分分析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不要去拿这个人的科判去跟那个人的科判来比较 或者是来辩论说你的对还是我的对 就是我们用一种我们看完这本经书 然后借着古时候的先生先贤 他们帮我们做的整理 有助于我快速的记得 我快速的进入这本经书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科判表 我们看到的是法华经一分为二 就是有上级下级的感觉 那这个上级就是这个正中分 那这个正中分我们感觉上是 就是主要的内容正中的 但是你看到它是鸡们 鸡是什么 鸡是有鸡可群 就是有足鸡的意思 有足鸡意思就是什么 外显于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东西 外显的 好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别的经书里面 比较看到是相反过来 那照理说正中分应该是讲道理的 讲本质的 而不是讲那些外显的东西 法华经刚好是倒过来 法华经要你先看到那些非常繁复的外表 但是要告诉你说 虽然缘起信空 但是真空妙有 好就是说你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每一个万事万物 都是佛法的展现 每一样东西的个别差异 你都要去认清楚 而且你要如实的接受 你唯有如实的接受 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 那个佛法真正的实在的道理 这是法华经的精神 一定要我们一定要非常巩固 OK好 所以所以呢 所以法华经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他是要带着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他希望我们看这个世界 看得越清楚 你就越接近佛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佛法不是说我不要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太混乱了 吵架的杀人的打架的 花开了好漂亮会烂掉 这种东西我不要看 我去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我只观想最美丽最最亲近的世界 他告诉你说 不是 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但是终究你要真正达到涅槃 即进真正达到成佛的那个状态 你一定要历经 你跟这个真实的世界 好好的相处 你得好好去认识他 所以他开场 他开场是先让你看繁华的东西 所以天台中在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他用三个三句话来 来就把他讲完 那一个就是 为连顾花 就是因为时顾全 那为连顾花就是说 我是为了要显现实在的意义 而开出这样一朵花 好 所以你得先看这朵花 但你要知道 我开这朵花 不是只是为开花而已 是我为了要展现 它那个实在里面的那个果实 好所以开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 真正我要展现的是那个实意 那个实意 好 然后呢 当你花打开了之后 你就看到它 那个果实跟花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是同时的 所以这个缘起信空跟真空庙 它不是前后前后 你说它是你要同时之间在学习的 然后花落连城 然后你就能够懂得 这些花卸了之后 才是真正果实成熟的时候 这是天台中在讲 法华经或在讲大圣果法 它的那个整个架构 就这三个步骤 OK 好 那所以我们从开始 从去年的12月13号 到上个礼拜为止 我们读了第一品到第九品 就是这个正中分基门里面的正说 就正中分里面的正说 所以它是那个基本架构的根本 就最重要的那一块 你说 我们不是听了一堆故事吗 好 那有很多的朋友有反应 也许现在在听的朋友都觉得说 朱老师你讲法华经好好听 我们好喜欢听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是这样吗 我觉得朱老师都在讲故事 这跟佛法有什么关系 一点都没有学问 对 你看我们这么多礼拜 讲了这么多的故事 然后现在告诉你说 这么多的故事 是法华经 是大圣佛法的根本 你说这是怎么 这是怎么回事 好 对 简单的说 你就是要非常非常清楚明白 这个人世间是怎么回事 你才可能修到生死的佛法 记不记得第二品的实如是 好 实如是就是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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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要非常如实的平等平等心去接纳 去观察去认识这个世界 你才有可能那些六度波罗命 你才长得出来 OK 好 那我们看到了三周说法 对不对 你一直有人要讲法华经三周说法 那么第一周法说 第二周什么 P说第三周 阴远说 好 他分成这样子三个 那么这三周是分别针对不同根器的人说的 好 根据不同根器的人说 然后全部说完的根本架构说完之后 开始开始要进行什么 红通 红通就是说 好啦 你们都了解了 对不对 接下来你们要开始开展 要开始去 开始去红法 开始去认真的去把这个大圣佛法 纳入到你的认知结构 你的行为模式里面 好 你要先把你自己融 把这个法融进到你的思想架构 然后你才可能用这样子的态度去观看这个世界 然后你才可能去分享你的经验 你才可能用大圣佛法的态度去走完你的人生 去经营你跟别人的关系 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然后进一步你才可能去影响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来跟你一样学习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人生哲学跟道理 然后去改变自己原来的错误的观念 好这是这个这是红通的部分 好那我们看到红通的部分呢 他第一个就是法说 好就是说方法 好就是正经的讲 接下来又是一个正说看到没有 正说就是我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给你看 那这个证明给你看的时候 他一定会出现什么 出现不可思议的画面 不思议 好不可思议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讲 不可思议就是我不愿意相信的事 好我想这样解释 大家应该都同意 就当我们听到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当我们口中 弄出这句话说 哎呀真是不可思议 那就表示什么 他超过我的理性范围的想象之外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不想接受 可是在佛经里面讲的不可思议 是请你不要用你的理性思维去思考 你用一种全然的接受去看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去考验他可不可能 因为那不是我们人类的脑袋可以想 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到不思议的 那个画面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的去检查 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抗拒性 好你不要一直跟自己讲说 那个都不存在的 那个只是一种批育 那个不是 好不是 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涵 是你有没有能力 把你的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开拓成为说 什么叫不可能 这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是我没见过而已 好我没见过 好所以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 有人可以草上飞 你说哎那没可能啦 武侠小说 那我们就要修正说不是没可能 是我们没见过 好就是凡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 都要有可能 好那凡是都有可能发生 这样子的锻炼对我们来讲 是很重要而健康的 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正说这块呢 就会出现几个非常非常惊人的画面 建宝塔品宝塔 宝塔从地面升起来 然后悬到空中 然后宝塔里面有声音 然后里面还住着一个 不知道已经不仅死掉多久的佛 好 这你说老师这恐怖 不恐怖大家都非常兴奋 因为太稀奇了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说 那就是这样一个太空船一样 接着什么呢 接着文殊势力菩萨 并不是骑着狮子出场 文殊势力菩萨竟然是什么 从海里面 从海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骑海疼 我们从海里面冲出来 跟一群的什么海龙王的徒子徒孙们冲出来 还带了一个小小小女生海 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 那那个那个不可思议的画面 可能比我们第二品财讲 那个放光还要还要更精彩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个正说是什么 再回来讲 大圣佛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 你的心胸有没有能力开阔到 你知道没有看过的东西 不表示它不存在 OK 好 这么精彩的 这么精彩的画面 全部都演完之后呢 再回来 再回来说 好了 你们都看完了 那现在 要不要再一次的 很坚定的来发愿 来发誓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样 红通 我们要 我们要宣扬大圣佛法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 整个正宗分才会结束 在第14篇 好 我们大概介绍这样 那下半部呢 就另外一番 又是另外一个高潮叠期 所以其实 法华金书写非常非常的精彩 它不会无聊的 我们在前面看说 那500地址售 售计品 然后受学人 学无学人 这个 这个售计 好像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 一点无聊 接下来 讲到法制品的时候 很沉重 因为它给我们 好大的任务 好沉重 然后马上一翻 建宝塔品 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好 那所以 我们在这里做这样子一个介绍 好 好